接下来让我们看场好戏吧 给我擒下沐云 我一定要让它好看 好 天赋还可以 只是和我终极九班学员相比 还是差了许多 你找死 这 这是 无上名身之中的 名体拳 王霸今生的长龙白尾 是吗 是吗 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吗 燕云玉 要不要你上去和她玩玩 凭她 也配 怎么样 服气了吗 沐云 和我来一场真正的比试 你敢吗 你是灵俏镜六丑 我才灵俏镜三丑 你向我挑战 也不害臊 林贤玉 政府主任跑完了吗 回禀少主 跑完了 好 给她穿上衣服 我要请政府主任 到府上一叙 是 沐云 雷丰院高班之战 将会在三个月后开始 你若是自问有本事 到时候 就将中级九班 提升到高级九班 我与你 在道师之战 一决胜负 尚组长 人到齐了 今日我找大家来 自然是事关我穆家未来的 兴衰与荣辱 有人在七贤学院内 贿赂学院内人士 想要将你们的少组长 清理出学院 让穆家颜面 横扫于地 雷丰院初级班的副主任 郑承云已经招认 就是诸位之一 指使他这么做的 这穆家少组长 这个位置 我不稀罕 但是你们因此 想对付 那我就会十倍奉还 那新账旧院 一起算吧 大夫人 天之狗老板天急鱼 是你十五年前 在谷月城时 搭救过的一名舞者吧 二夫人 郑承云 这些年在你大礼服之下 成为了雷丰院 一名副主任 现在看到他这副样子 不心疼吗 别信口思黄 在这里胡搅蛮缠是吧 这两人 是你们在哪里活路的焦头之人 还有什么狡辩的吗 我乃是北运商行行主的女儿 咱们穆家百分之二十的交易 都是靠北运商行流动 你敢动我 等会儿